甘肃天水的古城很令人惋惜 老祖宗传下来的几百年的文物古剑 可得保护呀 你不能那么整啊 我不禁有味 你少说两句吧 这块业务是新闻解译的 咱们没法说 作为西北五省之一 甘肃是历史地理上一个重要的存在 两位教授也特别喜欢甘肃 甘肃有一大把沉甸甸的文化符号 河西祖郎 莫高窟 麦吉山 丙陵寺 榆林窟 玉门关 地处黄河上游的天水 在远古时代就水草丰盛 福西皇帝就曾诞生在这里 一键开启了中华为名 甘肃的隆溪大概是今天 甘肃的东南片区 是超级大姓李姓的起源地 今天的甘肃还曾是 周秦两大王朝起家的地方 甘肃的河西走廊就更不用说了 那是古代连接中原和西域的地方 它让中国人了解了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河西走廊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单相不说 我们今天吃的西瓜 葡萄 石榴 辣椒 葡豆 香菜 大蒜等瓜葵蔬菜 好多都是个河西走廊上传过来的 因为河西走廊才有了 古代中国人美味的餐桌 夸张的说 2000多年前 甘肃是我国第一批 接触外国人的中国人 也是当时走在全国最前沿的弄潮儿 可惜的是 现在被好多人误解的甘肃 是边塞的苦寒之地 是春风都会止步的地方 实际上的甘肃除了没有海 其他地形你我都能在那里找到 所以有人说去过一次甘肃 你就相当于走过了五分之四的中国 现实里的甘肃既是南方也是北方 草原 高原 沙漠 塞外江南 小桥流水 水草风暴 大漠孤烟 长河落日 牛羊成群 你在其他景区看到的风景 你在甘肃基本都能找到 甘肃的地图像一根如意 甘肃很长 东西1659公里 甘肃的北边是沙漠隔壁和丹霞地貌 中部是黄土高原 东南部的陆南片区又变成了小桥流水 在甘肃北边你可以看到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大开大河的山川 明沙山 月牙泉 沙漠和泉水可以共生 甘肃十里 两千多首诗词 一千五百多首都跟甘肃有关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人山 枪敌河须 怨阳柳 春风不渡 御门关 甘肃好地方呀 改天去一趟吧 必须去啊